8月24日,联合国海洋公约第30次缔约国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 期间,对7名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进行了选举。最终的机票结果显示,我国提名的候选人驻匈牙利大使段杰隆以149票的高票成功当选,即将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出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 据了解国际海洋法法庭是199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解约有关公约解释和适用争端的重要司法机构。 国际海洋法法庭由21名各国提名并成功竞选的法官组成,任期时长为9年。 自该法庭第一次选举以来,已有三名中国法官在该司法机构任职,为处理海洋争端、维护地区和平做出个突出贡献。 美国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因此没有投票钱,但可笑的是,美国却动辄以公约卫视自居,试图阻止中国参与竞选。 7月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所谓《涉南海声明》,除否定中国在南海主权和合法权以外,还刻意渲染南海地区紧张趋势,希望搅乱南海, 让南海周边与中国有岛屿争议的国家充当每番反华的先锋。 值得注意的是,段杰隆竞选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的道路可以说非常坎坷,其中最大的阻碍因素就是美国。 上个月,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就曾放出风声,称,如果国际海洋法法庭选举一名中国籍法官, 无异于雇用一个纵火犯来管理消防局。 当时外界认为,史迪威抹黑我国可能要阻止我国提名的人竞选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 果不其然,进入八月白宫就使出一系列盼子。 例如,在国际上大放厥词,称呼我国竞选提名人选,竞选国际海洋法庭法官的, 是为了掌控该机构,顺便打压与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 与此同时,白宫派出蓬佩奥等官员也开始游走于欧洲和亚太地区几个盟友之间, 措辞极为激烈的要求他们在选举活动中不要投票给我国提名的法官。 如今我国提名的法官成功以149票的高票当选, 等同于既打了美国的脸面,又使美国的阻止阴谋落空。 对此,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称,美方有些人很善于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词,来污蔑和攻击中国。 华春莹说,大家都知道,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一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的重要国际司法机构, 中方一直高度重视并且大力支持法庭的工作,与法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华春莹强调,法庭代表世界各主要法系,确保公平地区分配, 这是公约缔约方的长期共识和一贯实践,法庭法官以个人身份履职。 中方提名的候选人京通国际法、海洋法, 在国际海洋法领域有着丰富的学识和实践经验, 完全符合法庭规约所规定的条件, 并且已经得到联合国亚太族的合格。 如果能当选,必将为法庭的工作为和平解决海洋争端做出重要的贡献。 华春莹指出,大家都知道, 美国迄今不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法, 却动辄已公约的卫士自居。 石大伟驻卿完全无视公约缔约国就要法庭法官所选举达成的基本规则, 以及缔约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安排, 煽动国际舆论,恶意攻击中方, 肆意对公约缔约国指手画脚。 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对公约对国际法律置信和国际关系最大的破坏和践踏。 第一,海洋公约是为了照顾所有国家的利益, 因此实际上对几个老牌的海洋强国进行了限制。 美方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全国到达能力。 美方认为该公约将限制其霸权地位。 第二,海洋公约认为海底矿藏属于全人类的财富。 对其开采进行了一些限制。 但是美方希望以开采能力决定归属。 第三,海洋公约和国际法庭都不在美方的控制下。 美方希望建设一套在自己控制下的海洋法律体系。 因为白宫处处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接受海洋公约。 但是美方又喜欢用海洋公约去约束其他国家。 这反映了白宫赤裸裸的嘴脸。 常言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最终的结果证明美国不过是在网做小人罢了。 再怎么挑拨离间,也改变不了中国得到绝大多数公约缔约国的支持和信赖的事实。 反而,是让自己沦为跳梁小丑一般的角色。 实际上,这是美国近几年来反对多边主义,坚持单边主义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国际组织这种多边场合,美国的优势往往很难发挥。 美国才刚在安理会经历的惨败就是例证。 除美国外,仅有一个国家支持其延长对一武器禁运的决议。 但如果是一对一的单边场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很少有国家能顶得住美国的压力。 其实,美国在国际海洋法庭法官选举中,厚脸皮很容易理解。 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国法官公正地解读和处置南海争端。 上个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错误声明。 声明全盘否认了我国对南海的合理主张和合法权益。 简单来说,在美国眼中,南海就成了一片无主之地。 因此,美国担心我国提名的法官进入国际海洋法法庭工作, 会正确地解读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推翻其错误声明, 使得美国政客筹划的搅局南海并扰动各国对立的计划会泡汤, 所以才会到处结合我国提名的法官段杰隆制造竞选麻烦和设置竞选障障碍。 不过话说回来,白宫费了老牛鼻子的劲都没有成功阻止段杰隆当选。 这从侧面反映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确确实实在下降。 这与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不无关系。 可以说,正是特朗普一系列独立的行动把美国彻底逼上了被孤立的道路。 得到多助师的寡注,中国知道在乎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中国不基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绝不放弃本国的正当权益。 中国在南海的凝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议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议, 不接受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不接受任何加强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 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指出, 有关争议应由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 美国的失道首先在于贪图霸权和危险的帝国思维。 在南海问题上,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唯恐南海不乱, 前方百计在南海挑动是非,兴风作浪,深度参与几乎无处不在。 蓬佩奥近期的所谓《涉南海声明》摘下了美国曾经标榜的中立不介入的遮羞部, 美国露出了霸凌主义的真面目。 这一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维和客观事实, 违背美国政府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 违反和歪曲国际法,蓄意挑动领土海洋争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看清,谁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美国的师道在于总是以世界法官自居,奉行强行计功力的外交逻辑。 但美国对待国际法总是对人不对劲,否则用不和则弃。 美国口口声声维护海洋法制,却一直游离在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制外。 口口声声说,要求中国接受南海仲裁案及其所谓的裁决, 却忘了自己在国际法院诉讼中,不仅中途撤出庭审,拒绝执行判决, 而且撤回了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 口口声声反对南海军事化,自己劝频繁派遣大规模先进军舰军机, 在南海炫耀武力,挑衅滋事。 中国从来不谋求在南海建立海洋帝国,始终平等对待南海周边国家, 在维护南海主权和权益方面,始终保持着最大克制。 美国师道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毫无诚信,惯于挑拨离间。 正义所谓,说南海声明可谓谎言满篇, 例如,声明称中国于2009年才正式宣布南海断续线。 事实是,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对南海有关交道和相关海域,行使有效管辖已达上千年。 早在1948年,中国政府就正式公布了南海断续线, 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任何国家质疑。 再如,声明还可以外区出席2010年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中国代表发言。 事实是,中国代表在会上表示, 中方始终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有关争议的解决应该根据非缺职, 由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如此失道, 岂能指望别国一呼百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